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在线兵队救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放弃 去法院的路上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想得到 日本人他也想得到 所以这一路上 他们一定会加强警戒 而且押送是在白天 从线兵队沿途到达法院 都是主要街道 行人众多 不利于我们动手 所以最好的地点 应该是在法院 这个江秋宁很有头脑 下一步就是要弄清 法院的详细结构 和开庭当天的警卫安排 这几天我泡在图书馆 你们看我发现一样东西 这是一张店里管线分布图 之前小雪发现 在法官休息室的对面 有一个维修房 在这维修房里有一口井 这口井 人是完全可以下去的 从这口井 可以通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小街上 这儿安全吗 这条街是一条后街 平时很安静 没什么人经过 所以我们进入和撤退的通道 就是在这条街上 嗯 不错 有了这口井 撤退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井里空间狭窄 撤退的速度快不了 如果日本人注意到这个井口 那咱们跑不了多远 就会被抓住了 这个我们已经想到了 高伯 这个需要你出手帮点忙 到大头那弄点炸药 炸药 嗯 把枪放下吧 都是自己人 他是谁 跟你说了 是自己人 都别动 之田队长 凌木大作要见你 冒昧打扰 我是领事馆卫队队长凌木 请坐 我想见张新桥 住在海军公寓六号的房客 东亚书店的经理梁介是我的朋友 您知道那位房客的身份 突然 陈春雪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向封锁县走去 是江秋宁 站住 这里是禁地 义德入内 告诉你的长官 沙狼花来了 大姐竟然是来自首的 陈春雪惊呆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必须马上通知大家 大姐大姐在正快过来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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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二姐 二姐 大姐 二姐 二姐 报官吧 我是老王 告诉主编 沙狼花出现了 让小李带着照相机立刻赶过来 对 是的 是的 沙灵华出现了 怎么办 不要轻举妄斗 监视人群 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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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 腾野 你认识吗 站住 要想沙狼花的消息 你最好站在那边 你的意思你是沙狼花 是 我就是泰湖餐厅的老板 江秋宁 他就是啊 你这么多的眼睛 是 真是看不出来 是啊 是我 在你们日本领事馆投的毒 也是我 杀死的余姓叶 荒井少祖 还有你的前任 知田 好 按照约定 我来投案自首 你应该 猜掉封锁 让里面的人出来 查到了什么情况 按邻居的说法 昨天傍晚 沾长有的老婆 还出去买菜 他应该是晚上 带老婆孩子逃走的 其他的 就没有什么可用的消息了 滕野队长 我们应该封锁这条巷子 我会准备一份稿件 请您让上海电台对全市进行播报 什么意思 沙狼花一天不出来自首 我就会一直封锁这条巷子 不许人员进出 不许粮食进入 这条巷子 有二十一户人家 一百多人 你考虑过吗 这正是我这么做的原因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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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快 快 都下车 动得快点 快 快 听见没有 动得快点 快快快 快快 快点白 这边好多日文人哪 是吗 明日都忘了大 就是啊 让我们一起去 让我们去 退后 这里已经封锁 靠近点 各啥无论 不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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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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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我呢 在黄埠楼订了房间 你们都要好好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要彻夜狂欢 庆祝 当然 我们都紧张好几天了 现在好不容易轻松了 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胜利的喜悦了 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怎么了 现在不只是上海知道我们沙浪花是杀日本人的 就连重庆还有香港都知道我们干的事情了 这个还不算成功 那什么是成功啊 战场又死了 我知道太湖餐厅 我也知道江秋宁 可是我怎么能证明你就是他 别再浪费时间了 里面的人都在挨饿 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我不管你是不是沙浪花 站住 记着你要自首 请跟我回县兵大队 请 我是为了封锁区里的人来的 在你还没有拆掉这些封锁和沙包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现在所有人都是我的见证 好 别担心 快点 不要靠闲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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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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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 先进 往后退 不要急 往后 兵器没有 不要急 快点 追放 不要拥挤 往后退 往后退 快点 我马上就可以把你抓起 那你只能得到一个死了的将求你 快退 你不想知道沙浪花的秘密 你不想知道沙浪花 各位兄弟姐妹们 我江丘宁 就是沙浪花 和这些日本侵略者 不共戴天的沙浪花 你是个罪犯 应该得到法律的上班 这些侵略者 害怕沙浪花 他们杀害抗日人士 用他们的鲜血 来污蔑沙浪花的爱国之心 正是为了回击他们的诬陷 我才在他们的老窝 领事馆 为这些财狼 和那些汉奸们 下了穿肠的毒药 下了穿肠的毒药 就是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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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杀 上 上 不要 现在是大姐的时间 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竟然绑架无辜的同胞 用他们的生命 作为要挟 我来了 我知道 他们是不会守约的 我也知道 这是一个陷阱 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我知道 全上海 都在看着这里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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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火锅弹 我继续火锅弹